最近正是各地基盤出了比賽的時間 其中民安鄉地龍上黑暗 正去挑戰各大比賽 讓自己練習了一心的好感受 這十八年來中宮退學十三次的徹底獎 這除了是他經驗的累積以外 他有透過口紅的方式來記錄分析八點過程 也因為他的堅持到落地 才能不斷來創造好心情 這就是嫩業 而這就是老業 這就第一次來分析八點的經驗 人生四次也更加東西 當中謝祺安為電機工程的科學比較好 等他接觸出來的抵衡 電機在挑戰各大比賽 十八年來已經累積到十三分的抵衡中 謝祺安想到一開始就接受抵衡 一般老細胞不會對我來教導 也找不到車的看 所以這可以更加在大大累積經驗 以利用到電機實施固定的記錄方式 全部的規定每一遍都上色來記錄 我跟他說有很大的幫助 一查不是只有把它培好就好 在培好的過程當中 要有注意到很多細節 這些細節做得越細 就像我們在實驗室要把很多細節注意到 然後很多環節都注意到 然後幫助我們在培茶過程當中 失誤越少成功率就越高 整體就在美整體的環境 在法國和培責這方面不一樣的訴求 它就記錄到分析的方式 這群來培出好的的堅持 也讓吃配好 在培茶的過程看到茶 茶湯不順利 然後就會感覺說 這泡茶是不是選錯了 可是在經由它的經驗 然後慢慢的去修正 然後通常在整個過程當中 還是會把茶修飾到最好的程度 謝謝我們說 自己跟陳時代合家的總泡塞 我中時代行的管理 陳時代沾對著的第一點心 來看著的背地 他也沒有參加 今天分享到背著的比賽的經驗 希望之後來發展第三頁 讓社會者也可以認得好地 記者 您先參加過度 可以